自撞車輛往側邊倒在地上 警銷者團團圍在車頭部分 要把引擎蓋給剖開 消防員立即拿出油壓檢 在殘破的車體中 把電池剪下取出 大家緊張拆除電池 因為發生車禍時 鑰匙直接被撞斷卡在車子 車子還沒有熄火 如果漏油很可能發生爆炸 鑰匙已經斷掉在裡面了 現在是它沒有熄火 危險 我們就把它用破壞的方式 要把電池斷電 原來85歲的駕駛 返回金融駐駕路上 在分隔島轉彎時 沒有注意到內輪差 直接撞上分隔島 駕駛身上沒有大礙 反而是車鑰匙斷裂 讓警銷擔憂 車輛漏油爆炸 所幸最後電池成功拆下 免除了一場危機 買到賣沒有注意這段 我怎麼拿到車子 可是撞成這個樣子 基本上引擎會自動熄火 警方也提醒高齡者開車上路 超過75歲以上駕駛 每三年就要重新換發駕照 才能夠保護自己和用路人安全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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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